超大的非洲牛蛙捕食尼丘 太霸气了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 这是我养的最大的一只非洲牛蛙 话不多说 直接放入尼丘 这牛蛙太猛了 冲上去就干 奈何尼丘太滑了 箱子也有点滑 非洲牛蛙咬了半天 没有抓到 那我再放入一只尼丘 看到有两只尼丘 非洲牛蛙直接疯狂了 面对美食的诱惑 非洲牛蛙直接开大 对这两只尼丘 就是疯狂输出 终于 非洲牛蛙咬住了尼丘 来我把它转过来 其实这个尼丘不算小 已经有十厘米了 奈何非洲牛蛙太大了 随随便便一口下去 尼丘就没了 吃完有点胀肚子 非洲牛蛙鼓鼓气 调整调整状态 快看 非洲牛蛙的牙齿 好多人问我 它有没有牙齿 有 而且很锋利 来 这里还有一只尼丘 牛蛙的视力 只能捕捉到一栋的东西 当尼丘不动的时候 它就看不到 好 第二只尼丘也被牛蛙抓住了 等我把它转过来 我们看一下 哇 这一口 又是给吞了下去 太强了 连续吃了两条尼丘 我不敢再喂了 害怕把这家伙撑死了 最后 给非洲牛蛙 做一下背部按摩 大家好 我是昌康 下期见